你会进去吗 你会进去吗 做什么 你要去啊 乐 这手还要去 他要去哦 你要去剪刀 结果是好跑进去 不管你的事情 你哩 出来啦 是你哩 老闹呢 已经回不老来这间家了 蛤 嗯 为什么 他第一次讲不建议再养在这间家了 他不会给我坐的 他在那边 嘿 嘿 来吧 不可以坐在这里弄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r Os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路里面 订阅我们的朋友们记得要订阅 而且要打开小铃铛 叮咚叮咚 YES 怎么这样兴奋 今天今天不是一个很兴奋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的猫 因为大家都懂我有养六只猫猫 其中一只猫就是我的女儿我的猫猫 他的脚受伤了 所以我想要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还有另外一只叫布丁了 就是他已经结扎过了 可是他还会发情 所以我觉得很辛苦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顺便带他们两只去给医生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 然后为什么没有莫娜呢 因为他异样的 他没有化妆 可能等一下可以看到他 不一定那样 可能看到他素颜那样 所以看到他素颜的朋友们 如果出现在我影片 你们要把他拍起来 然后tack他 知道吗 现在一招就tack他 OK 现在我们去拿笼子先 然后去装那两只小可雷先 OK Let's go 你知道你要骂马生病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那么潇洒的躺在这里 没有良心的交火 剩你出来 然后这样的样子 大概不停去看医生了哦 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哦 知道吗 不然他还一直来黏你 你很back check是不是 然后这只猫很可怜 就是不停的 发情了就会找他 只找他罢了 所以他很烦 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以下这个画面 就是他会一直黏他 看完了是不是 就是这一只 他每次会黏他 难得他在这里 是不是 难得他在这里 看他们会不会自己进去 你们会进去吗 你们会自己进去吗 对 你要去啊 这个手还要去 你要去哦 你要去捡蛋 结果是好跑进去 不管你的事情 你咧 是你咧 诶 进去咧 进去 进去 诶 可怜什么 等下再给他拿出来了 然后这只就是可怜的家伙 就是他的手断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很害怕 对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手 就是你看 就是 他已经有一点到位 断掉的感觉了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手 就是 你看 OK 犹豫猫猫 这只猫 他会比较怕人 所以刚才我们是拍不到 他的脚的情况 所以不用解银 就是大家给你们讲解一下 就是 呃 猫猫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怕人的猫 为什么呢 他以前不会的 他以前偷偷小事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active的猫 可是为什么他 现在会这样怕人呢 一 是因为有一阵子 没有在家 所以 可能他会觉得 没有被照顾的感觉 baby的时候 然后第二 是因为 他之前 被一只 就是朋友寄养在我的家的猫 强奸了 这个我觉得 很影响他的心理因素 这个是怪我自己 没有照顾好 其实 有没有被强奸到我不懂 就是我已经看到 他们有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赶快把它分开 然后就是 送掉那只猫了 所以我就想奉献大家 如果有养猫的朋友 我们全买 不要随便找另外一只猫 来到你的家里 在你没有在家的情况下 你把他们放在一起 然后 你生的那只猫 被交配了的话 就是对他们的心理因素 蛮影响的 到现在 把猫 从一个很active的猫 变成现在 每一天都是躲在一些角落上 然后让我们找不到他 然后半夜 我们睡觉了 才会出来吃东西啊 然后 他大便会乱大便啊 这种东西 就是他对我们发泄 这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养猫 其实 猫养狗都是一样的 也要有足够的关心 你才去养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疏忽 所以 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来 照顾他 这种其实叫做幽翼症了 他已经是有幽翼症 其实猫 动物也是会有幽翼症的 所以我们作为主人 要更加的用心 要更多的关心 更多的时间 才会让到他好 就是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这个可能要一两年 三四年的事情 这是医生跟我们讲的 可是今天 重点我们还是要去 医他的脚 OK 现在讲到为什么 猫猫会受伤 因为他是一个很怕人的猫 所以我抱他起来 我要带他去冲凉的时候 他从我的手这边跳出去 所以他是一个很怕人的猫 所以他会很紧张很警惕 所以他跳下去的时候 他握不好 拿不好那个力度 他就可能跌倒在地上 然后导致到他的脚 就是有一点断掉的感觉 所以现在就要去医生那边 带他去检查一下 到底有什么回事 然后 布丁的话就是那只灰射的话 就是他已经结扎了 可是他还会发青 我觉得很惨 所以我要带去给医生看一下 所以我们到医生的时候再见吧 Let's go OK 我现在已经到了医生 现在要进去里面 先掃一下先 好啦 现在我已经跟前台讲他们的情况了 所以现在等医生带他们进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布丁 看你几重 3.05 皮婆 OK 看他先 他在家 他在家 好像我动他的屁股 他就会起来 他就会翘起来 可是这里放我都没有 你看看没有 哦 是哦 不几乎怪一点点是要我 可以 我猫 给他走起来 一个月了 一个月 他比较怕人 所以他在地上走 他要走 不是走 诶 他要抖在地上 他要抖在地上 他要抖了就这样 不怕了 OK 我已经从那个Clinic出来了 然后 因为那边没有的照X光 所以毛毛的脚是倒不到的 所以要来他们就是写信给我去这一间 就是Astic Angel这一间 就是要我去照X光先 因为他讲 因为脚断是关于骨头的东西 所以要照X光会比较安全 所以我现在带他来这里照先 然后等下回到家 再跟你们讲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因为也顺便跟Mona讲 所以我就不用讲两次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进去再拍给大家看 Let's go OK 我刚刚已经去了那个地方照X光 S光回来 然后那边等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 所以现在我又回到来这一间啦 然后该X光那边是货了 一百二十五块 然后刚才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花了 一百二十多块 然后现在回来又要花多一次 因为要检查 到底什么回事 所以我们先进去了啦 我有点累了 因为跑来跑去跑很多个地方 又是我一个人 Mona没有陪我 不是Dairy啦 Mona OK啦我们进去再来讲啦 Let's go 等一下我看一下 不一样看有什么不一样 把它比较歪掉了 这里有Astral 这里看到 哦 这里 对哦 它在这里哦 这里不是 这里没有啊 看到吗 对这里没有 它可是在这里哦 所以它是断 很厉害的 很严重 它没有叫咧 没有流血 没有叫什么都没有 断两天 看到吗 哇是 断两天 够有办法移吗 试试 我们fix 了吗 有可能这个Droid会 没有这么 flexible 咯 嗯 因为它的 injury 太 fracture 太 就是跑了它也不会完全是好的意思 它这里有可能可以拨回去啦 嗯 但是这个Droid没有这么 flexible 你不要 expect它好像 好像以前这样 就是一模一样啦 对对对对 它现在是好会痛的 其实它还是会痛 其实是痛的 还是痛的 因为它会动的嘛 哦 它最近一直在外面大小编 可能它爬不上去那个猫砂盆 我觉得爬不上去那个猫砂盆 很奇怪哦 它fracture 它可以用脚 这个真的很奇怪 我觉得fracture就用不到这样 它的脚也不可能放下来 可是它现在还可以放下来动哦 对对对对 很多都放不到的 但它很坚强 很厉害 很厉害哦很坚强 回来了 它不懂是出于好奇心 还是它关心它们 它一直在修它们 也是出于好奇心 还是有滑掉 然后只剩它一只回来 然后 莫娜不知道会怎样 它会不会以为宝宝没有人救了 所以没有回来 剩一只不顶回来办 所以等它出来的时候 再跟你们都要离家驻走 你要离家驻走啊 你不要再回来这个家了 是吧 你要离家驻走啊 蛤 出去啊 这线都没有人吃好吃了 对吧 头看什么 你要走啊 出去啊 你不是要出去啊 蛤 你不是要出去啊 嗯 嗯 Oh my god 没有出来了 很尴尬哦 很尴尬哦 我不懂 被害你了 我们都已经考虑了 我来自行 我怕我有点手机 你没有拿快递啊 有一个快递耶 手还在那边 蹲这样久 看到它全身了 还要吓人 我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他没有做什么东西吗 有 我来跟你讲他的事情 他为什么这么怕 OK 先讲他的事情 他是因为结栽了过后 不是荷尔蒙 这个很蛤 荷尔蒙失调啊 不是荷尔蒙失调 就是那个 女性荷尔蒙过多啊 那个性命的东西 不只是那两粒东西发出来的 还有另外一边 是在他们的 小片那地方附近那边 对他还有残留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该医生 杜华的里面了 是讲一检查 他是真的是 还是有一个发情的东西 可是医生是不建议 他在开刀 是吧 因为他的残留的地方可能很少 所以就算开刀 也找不到那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他来 不建议开刀 就不建议开刀 因为那个东西很少 所以不懂在哪里 就算开刀 如果找不到 对他很傻 OKOKOK 然后 他是叫我们就是 帮他去别人的家养 一两个礼拜 就是没有养毛 可是我知道我们是不舍得的啦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 就继续给他发情哦 反正 一直发哦 没有解决办法吗 没有解决办法 就这样吧 是因为那个医生的技术不行 导致这样还是说 不是那个医生的技术不行 我第二阶段问了也是一样 因为他是很特别的 就是他水在这里 他很多 那个东西很调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 诶 我这样看的话 我摆多快咧 拿拿拿拿拿的 毛毛呢 然后已经回不来这间家了 蛤 为什么 他一声讲不建议再养在这间家了 他最好是放给另外一家领养 同屋医院啊 嗯 放在那边给他领养 那个手害在那边认真听哦 停下工作在那边认真听哦 那可是也是蛮严重的事情就是 毛毛是会留在医院那边观察 然后他的手很严重 比那一季之前更严重 因为他伤的地方是 我们不论人有没有啦 就是毛的一个地方 他是给他伸一个细胞的地方 他伤刚好伤到那边 然后到了X光 确实是蛮伤的 也有怀疑他里面的骨头有碎 所以他一定要开刀才知道 到底能怎样移 他讲照他这样看来 是不能100%完全 像以前这样的人走的 一定是不能了的 只是看能不能帮他现在减少那个痛 那个医生讲他每一天都很痛 可是他看了毛毛 他讲毛毛是一个很坚强的毛 因为他一点都没有哭 没有眼泪 然后也不会给我们担心 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就是以为他没有痛 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没有带来看医生 结果是他是每一天在痛着的 然后我有问他为什么他有乱大纸小便 因为他讲我们的毛沙喷 他问我是不是有点高 他走不进去 所以他导致到他会乱乱大小便 我们还怪他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折刃来的 所以他在医院住多久 今天住明天观察 然后拜六会开刀 然后开刀要看要放铁片 还是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洗个澡摔这么厉害吗 是 就因为他 就吗 很温柔一点 我很温柔了 因为他从我这里跳出去 所以他落地的时候他没有 那个 Stabilizer 我以为是熬到他的脚炎 他是伤到他的那个 所以他有一天都在处于很痛的状况 不懂啦 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 肯定很痛啊 已经很久了 嗯嗯 然后就是现在要帮他开刀 看能不能医好 其实在讲 多数是不能180点 像他以前那个脚这样 可是能不能尽量医好 就要更高那个时候 因为X光照也是不确定的 因为主要是开刀过后不要看到他里面的骨头有碎 如果没有碎还有的就 如果碎的话就比较难一点 会不会碎吧 因为只是从手上跳下来 那这样就不懂 我是觉得他是因为他比较怕人嘛 我该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怕 所以怕他太怕了 他跳下来他不稳 因为你看他看到的人他都是滴滴这样跑 所以我怕他就是不稳才导致到他这样 然后整个过程这样做的话差不多要花千多两千块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东西来的 就是刚才医生他问我你要不要不要医 因为价钱上其实真的是蛮贵的 对于医一个猫的话 可是我讲一定要医啊就是讲 不管他能不能完全好的话 这个钱我还是会给 我还是要医 他讲可能你给了这笔钱是完全没有两样的 最多他能弄让他不痛罢 可是他脚还是这样 我讲这样就够了 就是最重要的是他不痛 痛比他每一天痛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留着他在那边 他明天会反正做我们的治疗 然后拜六开刀 然后要观察两天 然后过来 然后一个月里面要每个礼拜回去一次负诊 然后要包那个东西哦 像那是Nike这样包他的东西 所以整个情况 Nike三楼跳下去都没有他从他的手上跳下去 对哦 Nike从三楼跳下去都没有这样伤 可能他是女神啊 比较俱罗 因为他比较小姿比较瘦 对他是 Nike应该是有做好行李准备要跳下去 他以为 他可以捉到猫嘛 对 可是他是没有任何防备就跳下去了 所以就大家要很小心啊 如果有一样这些虫物的话 温柔一点 对要温柔一点 我也是算温柔的 只是他从我怀里跳出来 你懂他的pattern的 他会直接这样跳出来 然后我又捉不到他 然后这些人不懂好奇什么东西 然后其实哦 那个除虫啊 是每一个要除一次的 我们永远是半年除一次的 除身上的虫啊 是 我在认证跟你讲话 你在发问他 我在想他啊 你在想他 然后你再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可以吗 没有办法哦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导致了 然后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去移他 因为医生问我 不然你就等过几天 再带他去照X关 我讲不要了 我讲我直接马上要去照 然后他讲照了过后 可能你要等很久 然后可能他那边关了 我讲你等我一下咯 我一照了就马上带回去给他看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玩 OK 由于就是我们录到一半没有录的原因 是因为Mona的心情有点不好 因为他听到就是我们的毛毛 蛮严重的 整个这样的情况 他有点就是整个情况不是很乐观 然后很不开心 所以我好像要去了房间 这样我们进去房间 看一下他到底怎样 OK 想要现在你 心情还好吗 嗯 心情还好吗 嗯 心情还好吗 我知道你看他妈妈这样 心情不好 可是我们要处理啊 就是我在处理这好啊 什么我看他心情不好的这个样子呀 那我讲为什么你摆什么臭年啊 我没有摆臭年 我是要快点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你 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呗 你摆臭年怎么解决啊 我没有摆臭年 那我讲一句你说 你摆什么臭年啊 我没有讲 我让你不要拍 我没有摆臭年 我是要处理掉他们的骨度 因为他讲 他妈妈的骨度也是蛮严重的 所以要回来处理 你刚才问我是不是现在 我讲 我就讲一下现在要做掉它 明白吗 不明白 我刚才出去处理嘛 对不对 我也是很急啊 我不是说这个 原来Mona是生气我臭年 B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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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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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刚才超人家出来了 嗨 吵吵吵 有啊 刚才度着啊 给大家看完了啊 刚才你吵架的样子 OK 现在我们要做我们 这个影片的结束了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原来猫是 一夜除蟲一次 是除那个跳蚤啊 骨度 对 就是生息上的那个骨度 然后我们不懂 我们以为是半年一次 可能半年一次是那个除蟲吧 就是给它吃药的那个除蟲 所以现在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好啊 OK 它是类似长这样的东西 只有一点点的是不是 对 一点点吧 它类似长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去做一只猫 来 哎呦 知道我要抓它哦 它有笨蛋在咩 它现在可乐咧 这个 这个方便我已经带出了一下 是啊 不会让带出去了 然后这个方便它熬一下 就开好了 孵在这边 啊 这里啊 对 这个给他们听到的地方 跟医生讲 就好像这样倒下去 就倒在这里就好了 就倒在这里就好了 嗯 它会去到它所有的地方 咯 等一下 这个上面那个 这边那边 完了它 没有啦 只有一滴 对对 一点点罢了 蛤 你确定这样哦 是 我都很不敢相信哦 我们去给他们除了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的样子啊 也是这样滴一滴在那边不好啊 乖乖你没有虫咯 现在到另外一只来 可乐 你应该拍可乐的表情的 最凶的这条书 刚刚的表情 这只是最凶的 还要吃啊 弄完了你它过来都 你不要发脾气哦 咦 弄到了吗 你弄到会怎么样 你身体会没有穿啊 那哪里会舔得到自己的脖子 那是这样讲啊 我不要担心嘛 你要不要死 我真的只有1滴哦 如果就会去他全身 不懂是不是真的这样厉害啦 OK 现在我们到我们第三只牛魔王 那里 OK 走啦 咋孩 等你不要乖 来 到你了 很乖的就把头低下去 也是很乖的一个 毛小孩 我爱哟你啊 这样62块 马拉的三只62块 贵的 应该有便宜了吧我觉得 如果你们有介绍便宜的 可以介绍给我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不知道每个月一样花 很贵的 拜拜 不想走 两只不丢 这个还不想走 诶 来 女人比较脏了 美婆 要这样讲啊 你就是有直准心的 为什么女孩子 不知道每个人屁股这样很脏 有女人只屁股这样很脏 不可以吗 你们家不定啊 不是很乖哦 也是很可爱的 OK 现在到我们老大我会抓 他不会给我抓的 他在那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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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就在这里弄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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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样这样灵活 最重要是这样 OK 这一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 点赞 订阅 留言 按赞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